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康阳宅在家教室》 我是刘志愿 大家都叫我旺宅 那今天的节目里 将会为各位来介绍 如何来安装调整的说明 好 再来为各位介绍就是扶手的部分 那扶手的部分 各位会看到 这个扶手的部分 我们用久了 可能会有一些磨损或裂开 或者是在运用的过程里面 可能不小心被割伤 破损 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来更换这个扶手的部分 那扶手的部分 各位看到扶手的下面这边会有两个螺丝 扶手的正下方会有两个螺丝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六角头的螺丝 那它也会有半圆头的螺丝 那半圆头的螺丝的话 我们就可能会需要用到3mm的六角扶手 那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是六角头的螺丝 那我们就会用到8mm的开口扶手或梅花扶手 那我们就来示范怎么来拆装它 一样套着它就可以做旋转 其实这里蛮简单的 两支螺丝旋转呢 就可以把这个扶手给拆下来 拆下来 那我们就更换新的扶手 然后再把它装回去 它回去的时候 尽可能都用手先做旋转 用手把它旋转 锁到快接近底部的时候呢 再用工具 把它锁紧 那上面呢 我们会看到螺丝上面会有弹簧垫片跟平垫片 那原则上尽可能不要掉了 不要掉了 因为掉的话 这边的距离都是固定好的 那才不会造成螺丝往上突出来 这个现象 那以上是扶手的安装